记者罗子新台北报道,吴建豪和宗吕有百亿千金时真善2013年结婚,但维持不到一年就时不时争吵,公开在社群媒体上互枪,让外界对他们的婚姻状况物理看花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有熟视两人的密友爆料,男方已寄两次离婚协议书给女方,女方已开始想挽回,现在已经心思准备离婚,两人五年婚急急刻微。 据悉,时针上痛诉吴建豪五大罪状,表示他特殊节日不回家,跟其他女生暧昧,男方说他不支持自己事业,但事实上他常自掏腰包飞来飞去陪他工作,吵架从不认错,在媒体前说谎,但以往他都会原谅吴建豪,认为还有希望继续, 但男方持续说谎,没有想改善关系,让他彻底心死铁心离婚,而时针善时长分享和有人出门玩乐的照片,看似各自生活精彩,其实是因为吴建豪常不回家,他只能陪狗或是跟姐妹出去,就算有男生大多数都是K,并无余据行为。 吴建豪经纪人目前未接电话,尚无法取得回应。 吴建豪和老婆时针善婚姻生活形同陌路 资料照